欢迎继续收听 由天蓬太岁播讲的 《凶宅不露》 我差了一对眼 发觉有一块面 正在控着你 而且很生气 我认真一看 这个人居然是个女儿的 整头短发 五官也很精致 生得很漂亮 因为带着一丝的怒气 显得就更加干练活辣 我抄了自己的面就问他 我的臉是你打的 那个女儿 睁着眼睛点一下头就说 没错 是我打的 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哪里惹你 只见到那个女儿 看着我上半身 戴着一种轻滅的笑 我蹲下头 原来我还没穿衣服 身上哪里瘦猛猛 一点肌肉都没有 难怪这个黄毛丫头 看着我笑 我蹲下头去找回自己的衣服 黑运了一圈 竟然又没找到 奇怪了 我的衣服去了哪里呢 这阵时那个女儿 又是声大大地得过来 你个死色狼 你扮什么 这是我的房子 你什么时候进来 是谁派你过来的 你房子 我蹲下头 就想了一下 难道是昨晚下半夜 我起床摸了嘴尿 就摸错了房 似是了 于是乎 我就反问她 这样说 昨晚 我 我和你 睡了一晚 呸呸呸呸 你就上了 姑奶奶昨晚有事 没有在房子里过夜 我一听就有点生气了 看着她就说 既然是这样 你又没什么损失 我走在房子里而已 你都没必要打人 我们就这样 扯平来 说完之后 我就契弟走得摸了 冲了出她的房子 那个女儿还在后面叫 喂 你个死色狼 还没回答我 是谁叫你过来的 我都没她那么好气了 一大早 就被人升了一巴 还被人当在色狼 唉 真是鼓住道气 走出了她的房子之后 我这样才看到 原来 这一趟商房 足足有五六间房 我和廖光明是最后一间 而这个女儿 是第五间 而且 她昨晚的房门还没关到 才导致我昨晚摸黑的时候 走错了房 我慢慢走回自己的房子里 原来廖光明已经起了身 她看了一下我就说 你一大早去了哪里 我有一点尴尬 摆了一下手就敷衍她说 我出去散步 廖光明有点怀疑地看了我两眼 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好笑 哪个人会打大尺烈地走出去散步 廖光明只租下间房门 就说了 你还没洗脸啊 快点去吧 一会儿我们就要去看一间屋的了 我窒了一下就走过去 推开门之后 眼都瓊了 原来这间房里居然有卫生间的 我昨晚还居然跑出大县院那里 安寥 还搞出她的大头发 唉 真是人衰行路打到吞 我也都不敢出声 立着她洗脸 刚刚收拾完没多久 李伯就开始进来 我们简单的问候了一下 他就请我们去大院那里帮他看屋 我们跟着李伯就走出了间房 看到门口那里 还站着两个人 一个就正是刚才打我一巴掌的女孩 而另外一个是个年轻人 看起来比我大几岁 身材和我差不多高 但是很大只 生得也很英俊 他背着一个爬山包 穿着一件阔大的道铺 看起来不伦不类 但也很有气场 李伯见到我们跟着上来之后 他指着个年轻人就说 来了 让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何总请回来的廖大师和梁大师 然后他指着个年轻人又跟我们说 这位是方大师 也是请回来帮我们看风水的 廖哥明侄了一下 看着李伯就问了 你是什么意思 请了我们两个来 难道不相信我们吗 我听起来也有点生气了 哈哈 那明白着是不相信我们 李伯看上去也有点尴尬 这时候 那个女孩眉毛一跳 他就说 哦 原来你就是我爸爸请回来的人 看上来 他都露眼芬花了 都不戴眼色人 他说完这番说话的时候 用对眼就挖了我一下 我这样才知道 原来这个女孩就是何总的女儿 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朗了 何总就请了我们回来 而他女儿就请了所谓的方大师 哈 哈 你以前呢 两班人就有些斗法的火弱味了 那个方大师上前就走了两步 就想和廖哥明握下手 他说 哈哈 你白 讲笑而已 我不是什么大师 我叫做放师谱 只是在风水方面有点爱好感 还请廖大师你多多指教指教啊 我和廖哥明都气得无烟 哪个有空理他 那个女孩摆摆手就说 哼 无数质 这阵子 李伯走到了大院里面 突然之间 好像受到什么惊吓一样 鸡的脚就跑回头 又摆胸口又摆脚 大声就说 糟了糟了这次 哎哟 怎么算好呢 怎么跟廖总交代啊 我看着那幅灌木 好像是我昨晚安妙的地方 我们这几个人就围着去 看着那片灌木虫 在大院里面还有好几处 看着上来好像是万不惊心 但是实际上是有目的地种的 应该是个风水布局 但是我们围着的那一处灌木 那些树叶已经开始发黄 和另外几处灌木 形成鲜明的对比 李伯还在那里暗暗沉沉 哎呀 昨晚还是好好地 今天为什么会死了呢 为什么会死了呢 我心里边一直打鼓了 不会是我昨晚的一爆料 把这棵树屈死了是吧 这棵树是黄金做的吗 这阵时那个放尸泡走一走眉头 走上去护低个身 用个鼻刷了几下 这阵时我好紧张 这个年轻他不会闻得出来吧 放尸泡站起来 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控了那个女孩的耳边 嘀嘀咕嚕地闻了几句 那个女孩听完之后眉毛一跳 斜斜眼地看着我和廖光明这边 整面怒气 我心里边就有点虚了 不敢正面地看他 那个女孩挖了好一会儿 然后又走上前对着李伯就说 好了好了李伯 或者是昨晚那些山猫野狗 在那里挖了捕尿而已 没什么的 明天我叫我爸爸 再买些回来种就是了 我们这里如果是有什么事的 就请两位大师帮忙就是了 李伯认了一声 带着我们就从后院那里走出去 我和廖光明跟在最后面 廖光明低声地问我 是不是你这个臭小子 昨晚在下面那里挖了捕尿 我低下头就说 你怎么知道的 廖光明一声就说 那些是一种西域植物 叫做青甲叶 又叫做小通草 一般是用来用药 有清热利尿的作用 但是在荒術上 更多是用来改善风水 青甲叶是用来点缀在大院那里 既能吸收阳光 增加阳气 对于这些阴气比较重的大屋 很有作用 但是这种植物呢 最怕就是这些辣植物 本来呢 是伤生伤黑的 它本身就利尿 但是呢 也都很怕了 我一看这些青甲叶 片片发王 在我们几个人当中 就只有你能够做出这些事 我臉一红 也都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了 于是我又问廖光明 那个姓放的臭小子 不会也都知道这些吧 廖光明怂下的肩膀就说 这些来用青甲叶增扬的发展 在方术里面就很普通 他既然能够称得上为大师 肯定他也都知道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过去问了一下吗 不过他既然没有说破你 也都算是给足面你了 不是 我看你这次怎样下台 我呸呸呸 我使他给面了 不知为什么 我看到那条小子 就觉得有点不爽了 那棵植物呢 只不过能够 帮这家老宅添一些洋气的 要指望它扭转家族的运数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也都不用太在意 我呸了一声 我问廖光明 有没有看得出些什么 而这阵市呢 我们穿过了三层大院 来到了第一进的院子里面 这层院子里面有个影壁屏风 而且呢 又没有见住房 显得空空荡荡的样子 这阵市呢 那个放尸铺呢 已经在那个影壁前边 拉开了駕駛 从他的登山包里面 就拿出了一些仪器 打开了那三脚架 架上边有个类似 照相机那样的设备 有些像功劳測轨的那些价层 而放尸铺呢 就用他的眼 在那个仪器里面 不断揣摩着这座老责 那个丫头在一边配合着 不时用一些轻滅的眼神 掃过来我们这边 我搓搓一下对手 就问廖光明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总不能够 被那个黄毛丫头看衰 廖光明冷笑了一下就说 故隆元虚 我看这座老责呢 就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那个屏风呢 就有点小问题了 我走去那个屏风前边 看了一下上边 有些石刻在那裡 似乎是狮子滚兽球的图案 廖光明低声就说 这个何种心气很大 但是他忘记了 人的云素云势是可以调整 但是这座羊測的风水 靠逆天来改命 做不到 搞不好的话 还会适得其反 我指着那边影碧就说 你是说 这个狮子刻得不对 我说完之后 就看到旁边的李伯 那边一红一白 看他样子 好像要哭 廖光明扯了一下 我的衣服就说 我的老祖宗 你别胡说 那个其实就是奇伦器人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 打完掌就说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难道我连奇伦都分不出 廖光明又说 何种他一生劳碌 又做了这么多善事 按你来说 家族应该轻黄才对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奇伦器人的影碧 他是抬不起 气势和运数 都被这只奇伦压住了 李伯爵一拍大笔就说 哦 原来是这样 我叫何种拆了这片影碧感觉 行不行 廖光明又摇头就说 这个都做不是全部 其伦压住了云势 最多都是影响他的生意 不会影响他的性命 这座老宅里面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 我们还没看出来 说完了之后 廖光明就在大院里面 来回地镀着布 我呢 就偷偷地把李伯爵拉到一边 小声地问他 李伯爵 那个 什么放臭屁 是什么来头啊 李伯爵还以为 我介意 他们请了两班人 于是解释就说 梁大师 这个不是我们何种的意思 那个放大师 是何种的女儿请回来的 我们 都不敢阻挠的 这一天 他整体的 我们今天 到处 都不够 这一天 都不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